为了呈现年度成果 万荣社区发展协会和部落青年 共同举办系列活动来进行分享交流 包括了部落音乐会 部落市集成果摆摊等等 以活泼生动方式 借此凝聚部落向心力 要提升文化延续的动能 部落主人首牵手 一统齐唱 泰鲁格组传统歌谣 有次要跟部落青年自主规划筹办的 APA 2.0音乐会 呈现一年多来的成果 让主人参与相当感动 那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我本身就是 西林枝雅干的人这样子 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回想 然后靠他们自己的一些创作创意 然后打造这样的部分 其实把整个人的部落的那种 凝聚力都能够集聚在一起这样 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 还是比较主要的目的 除了就是凝聚社区的意识之外 然后当然也是希望 我们今年在执行的各种 部落相关的议题跟计划 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跟知道这样 理事长提到 社会发展协会过去到现在执行了许多计划 从文史填调 记忆传承 长者照顾到制作部落图像阅历 应有尽有 就有青年参与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参与APA 2.0系列活动 也是期盼借此机会 分享成果给部落的主人 其实根拔它就是工作的意思 就是在透过大家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 因为我们学会有做了很多的计划 我们也透过今天这样的跟拔业生活的方式 我们把所有的成果都展现出来 理事长表示非常幸运 今年来部落青年逐渐主动参与部落公司务 为了将持续规划服务部落的相关计划 提升部落动能才能够永续文化 记得综合网友小伙伴道